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太麻烦了 然后呢 因为之前其实我也拆过一些手机 虽然说非常的门外汗 但是至少还是有一点点知道应该怎么换电池的 所以我就上网买了一个替换的电池 打算把旧电池给换下来 希望今天不会翻车 好吧 如果我在换电池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希望同学们在弹幕和视评论区留言指证我一下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 我买了这个替换电池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吧 首先这里有一个白色的盒子 上面写着拆机工具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里面是一套比较简单的工具 一个五角螺丝刀 一个十字螺丝刀 一个一字螺丝刀 翘棒 翘片 还有一个吸盘 然后这个 一个铁盒子 里面就是电池了 打开盒子 一块写着 适用于iPhone6的电池 诶 苹果6的电池这么毛的吗 再往下一拉胶 还有一本说明书 今天的说明书我就不太敢丢了 万一等一下不知道怎么做 还是得看一下的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 采集吧 第一步关机 取出SIM卡槽 第二步拧下手机底部的两个螺丝 第三步用吸盘吸起屏幕 这里只需要吸起一点点缝隙就可以了 不能太用力 可能会扯断屏幕的排线 第四步用翘棒或者翘片沿着缝隙 一点点的敲开屏幕 OK 总成是打开了 第五步取下电池连接线上的盖板 断开电池的连接线 把易拉胶取下来 刚刚这屏幕连得太麻烦了 我把它给卸了 我们接着拆电池 易拉胶断了 我现在只能一点点的敲击这个电池 比较麻烦 这电池我总算是取下来了 就因为这个易拉胶断了 然后我手头又没有热风枪 所以我在拆的时候 只能小心翼翼的用这个螺丝刀 一点点的把这个易拉胶给卷出来 现在拆完这个铸电池是这样的 这一层膜都膨胀了 但是没有发热还好 OK 最后我们把新的易拉胶贴上去 没想到贴易拉胶也是有技巧的 我居然贴上了这个不样子 不过应该没事 装上电池 把屏幕接上之后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同学们要记住 不要急着装回去 先试试能不能点亮 这是个啥情况 我知道了 应该是这个线没有装好 好的 没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的换电池非常成功 恭喜我又在不务正业的路上 越走越远 好了 我把它装回去 其实跟我苹果6的电池不算很难 因为世界上的步骤比较少 所以我成了这么快的就跟我成功 除了中间 因为这个易拉胶浪费了一点点时间 如果同学们跟我一样 有一天得冲好几次的粉 其实不妨跟我一样 在网上买个电池 然后自己动手尝试一下吧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 请请帮我点下关注 也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 什么的 我是龙小白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